请毛部长 部长很辛苦 那事实上我想部长应该算是福星了 你接任以后我可以看到整个民航的 跟民航有关的所有的一些 不管是设备也好或者是这个业务也好 或者是现在应该都是还是被肯定的 尤其有一天我做 我就要去机场看到一行那个 那个很美的那个习机场已经出来了 修改修改出来的 就觉得真的有做事情 所以我们还是很赶配了 因为这个这么多年 以前也不花 这个前面的政府也不花钱在这个飞机改善上面 也不去用心 然后呢这个任期荒废 所以里面的人跟事都一塌糊涂 那现在总算是有点上轨道 我们觉得还是还是不错 可是呢要改善的还是很多 是是是还没有完还没有完 因为我看到你这个民航事业作业基金里面 写的这个重点啊 那重点其实你看不管是运输安全啊品质啊 对不对 什么飞安监理啦 还有国际接轨的那个航空 航空保安训练课程啊 还是危险物品啊 这其实每一样都都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请问一下 为什么还还是会发生 比如说刚刚讲的像空桥可以断掉 飞机跑到这个跑到那个那个跑到外 然后呢这个还互相有些撞击的 这这件事情还是发生 所以我来想说是不是你这个训练啊 不够不够严谨 各项训练都不够严谨 对了我想像有些这种啊 是属于人为疏失这一部分啊 那当然就是说 一方面发生了要罚了 要重罚了 你罚了多少 你现在罚了多少 像有些像有些像那个滑到跑到这种 有些时候机师会被会被要求停飞的了 对啊那有有这样做吗 有有这个都有他一套规定在那边啊 但有些时候是停飞 但是事件已经发生了 所以那就是就是我们来检讨的话 就是有时候有纪律的问题 有训练不足的问题等等 我是所以为什么会训练不够 因为你这里面事实上你有 你应该有包含训练的费用 你像这个建议国际这个航空保安制度 对对对 跟委员报告了 有些训练 比如像飞机冲出跑到这个 这种的训练是航空公司的责任啊 他的机师 那你就要 你就要要求航空公司啊 你不能就退个航空公司 因为不管怎么样 像航空公司出这种状况 其实我们在其他地方 他他会付出代价的啦 比如说航权的分配啦 等等那些地方 这些都要祭典的啦 反正我是觉得 现在的就是做任何事情 就是一个人一个钱 人都要素质很好 然后经费非常的这个尽责 然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 能够尽心尽力去做 然后还有还要用心 然后另外一个钱 你的钱要用在刀口上面 该该要这个改善设备的 该要这个增加设备的 我相信你加上去 我相信就OK啊 可是现在我们觉得 这最重要的两项 还是不够格 所以我们是希望今天审查 这个基金的预算 我们是希望局长回去以后 这个还是要重新 一个个检讨 一个个检讨 一个个去看怎么改善 然后再有人去follow 去监督 我觉得这样才行 那另外的话呢 那个部长 其实呢 我是还是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一次呢 我刚好去这个 Mikonisia 非常遥远的地方 参加一个这个亚太议员联姻会 那当然我们最主要的诉求 就是要加入这个 UNFCCC跟这个ICL 这两个国际组织啦 那我不晓得 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当然也遇到很多困难 那也有一些这个 像Mikonisia 那个国家 他跟中共有建交 所以呢 他们几乎都是听中共的 那他还不晓得 我们跟中国大陆已经和解了 所以他们有的还在反对 所以我们还跟他们去说服他们 那总算也通过了 因为这本来是去年要通过的 去年在日本 但是因为去年是台国反对 然后整个整个两岸的情势 不像那么明显啊 不像现在这么明显 所以呢 去年没过 那今年呢 总算是过了啊 那因此呢 我也知道像是 像是有很多的国家 譬如说是一些 欧盟他们有些 欧洲议会 他们也通过 我们可以加入这个观察 观察研究 然后像是美国的话 一些州议会也都有也都支持 那问题是说 我们现在我们下一步怎么做 那现在几乎这个有些相关的一些 这个国际的组织 或者是一些国家 那个在支持我们 可是我们下一步呢 我们有什么计划 没有固然我们这个交通部 我们管了我们国内的交通 还有一些这个国际的一些交通 但是事实上这些也是我们的目标 我不晓得像这个的话 我们站在交通部立场 你有没有去去去做一些推动 或者是说跟外交部能够协调 然后怎么样再去推动 谢谢委员提提这个问题 事实上像这样一个加入国际组织 这个IKO 这个民航这一块 那么外交部是一个 中关全局的一个单位 那么我们基本上是配合他们 那我想我们民航局 因为这两个都是跟你交通部有关 一个国际气象组织 一个国际民航组织都跟你交通有关系 这个像这一部分的统筹都是外交部 那我们基本上我们 因为有我们的专业的一些 一些这个管道在那个地方 所以像我们的同仁的话 他大概就是说几乎是利用 每一个参加他们专业团体的这种 国际会议的这个机会 都会去游说他们 来支持我们这个项目 所以我们可以讲这一部分 我们是跟外交部这边我们是联合在一起 在一起在推这个事情 所以你们还是比较被动 对不对 没有没有没有 基本上就是大家是一个通盘的一个 一个分工啦 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先从外围做起嘛 先把先把外围像您刚刚提到欧盟啦 然后是麦克兰西亚啦等等这些 这些的一个一个group的人 他们能够啊 在内部都能够凝聚公司 能够支持我们 然后像这样就是成了气候以后 我们将来再正式到 到UN那边去 在那个那个时候再来再来提的话 就是UN比较 不我们是观察员 其实UN也是有点困难啦 对啦 我说我说就基本上 整个程序变成观察员的话 在IKO的那个那个那个大会上面 那个时候那时候就变成条件成熟了 我就不是以为是IKO的那个大会上就会成熟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慢慢在做这个牌啦 慢慢在做这个牌 对啊 因为我想我们固然啊 就是说呃 我们固到我们该有的一些 一些的 这个跟交通部有关的一些事情 但是其实这个格局要放到那边 是是是 也要也要去做一些 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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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就不管怎么样啊 尤其像我们是跟这个 跟这些国家像马绍尔群岛 帛琉什么 他们都是支持我们的 是是是是是 所以呢我们也是跟他讲说 因为UFCCC的话 我们是可以 可以提供他们很多经验 我们不是说我们加入 我拜托你给我加入 是你以后要拜托我来加入 为什么 因为台湾我们经过 经过那么多的什么地震啊 水灾啊 我们的预防的预防的那个 那个经验啊 还有这个处理处理这个 处理这个灾害发生时候的 那个经验 还有事后我们的 我们的应对的这些 这些经验都是 是事实上 没有的 事实上委员提到这 要拜托我们才对啊 事实上委员讲的这一部分 像我们的这种防灾啊 防灾这个救灾等等 这些经验 我们甚至在APEC这个会议上面 我们我们报告各个相关的 这些会员过程 也非常重视 对啊 很多经验是事实上是超过他们的了 那国际民航组织的话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 因为不是不是观察员 所以你有很多的资讯呢 是是是 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以后 别的国家的人也要飞到我们国家来啊 那你这个如果我们 我们资讯很落后 我们的这个资讯很差 或者说有些没办法跟国际衔接的话 那些人来的话 他也有安全性的考量 是是是 所以我们加入对他们没有坏处啊 是是 所以反正总是要有一些说服的啊 是 所以那我想这个话 可能要跟 非常谢谢委员了 非常谢谢委员了 跟外交部再去 再去这个讨论 看看怎么样 反正这个当然逐步逐步去做了啊 那另外的话呢 刚才有谈到这个黄金航线 因为是看到今天的报纸 今天报纸是说 好像这个到松山到虹桥 都已经OK了 现在金谱也OK了 但是事实上我们在跟这个韩国的国会议员在谈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还有一点点问题啊 为什么呢 因为像住了人川的这些国会议员 他们就会就会不怎么支持 为什么他会金谱如果开了一个航线 会把他人川的人也也拉走 所以至于他来说 不是不是不是很那个 尤其我们这个曹尔宗 他是韩国跟台湾国会议员联议会会长 我们为了这个事情啊 谈过很多次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 那你据你所知啊 你今天报纸这样登哦 我们不要是从何而来 可是刚刚听你讲 也是你也没听过这个消息 对不对 无所惜 目前无所惜 对啊 那报纸怎么来的 那报纸比你还厉害啊 所以我来想说 像这一方面的话 就缺这个地方 那你认为该怎么做呢 基本上像这一部分啊 也是有透过我们之后外交部 在在在在安排啊 两边协商的事宜啊 那目前两边是还没有 正式敲定时间来来来来谈 大概是这样子 如果说金谱没办法啊 那当然首尔首尔也是那个 但是首尔的话呢 首尔本来就有了吗 没有 首尔就是金谱 他等于说他首尔室内是金谱 仁川是在外头 仁川就像我们的桃园 不过呢 我觉得说仁川他要紧张啊 其实也不必那么紧张了 因为将来即便是金谱可以飞我们松山的话 刚开始大概也只有一个一个班次的机会了 两边各一班了 那将来冲其量冲其量 再调整挪移的话 大概冲其量也是有两班的两班的机会了 所以对仁川即便有影响影响也有限 对啊我想这个还是要还是要人跟他们讲说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呢对于对于他们来说会有很大的一些帮助 那那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最近有去跟一些台商见面 他们还是想到票价就两岸的票价啊 不晓得当然这是个供需市场啊你就是有这么多人要做啊 所以我我我就没有办法降啊那有没有什么一些 跟委员报告了啊事实上就是说特别是针对这个啊 所谓春节包机这一块来讲啊 我的了解现在大概就是由他们这个台商团体直接在跟航空公司谈了 那照我的了解票价啊等等各方面应该都还好了啊 接受度应该都还蛮高了 对那现在大概就是要要等业者他们具体的时间表 大概要到时要到这个月底啊 接近月底的时候他们大概才能最后敲定 所以大概有些订票的动作大概要到月底之后才能够正式展开 对啊因为技术上大概有这些有这样一个程序了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民他有投票的权利跟义务嘛 那航空公司就要配合这样子来来帮忙一下 是他这也是算是一个社会责任啊 是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希望他们在某些方面的时候 稍微考量一下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是这一部分我想我们 我们认为他们两面谈的应该是还可以啦都可以接受 OK好谢谢 没事就说了